给你借点钱 那不多 七十万就行 凭什么让我借给你钱呢 你是我爸呀 但是您现在发了是吧 发了 我不是已经说过了吗 我们两清了 我不是你爸 你也不是我儿子 我知道我以前错了 不是 可醉在和肚子里孩子 他没错啊 少扯这套 不是 爸 爸 我求你 你也帮不过我 好不好 要不我这小命 咱饱了都吧 爸 真的 帮帮我 别下跪呀 男儿膝下有黄金 让我借给你钱 我还想管你要钱呢 你买楼的首付是我花的 你什么时候还给我呀 我是你亲儿子 你怎么这么对待你亲生儿子呀 啊 想想你是怎么对待你亲生父亲的地方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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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你看 刚才那样 是不是让爸也揍了呀 肯定让爸给揍了 你那眼睛跟那大熊猫似的 你说他年龄也不小 你爸你 你真是人真下去熟你 你让爸打了好啊 让爸打了爸不就出气了吗 爸一出气那不就跟你好了 是不是 没准这是志文那苦肉计呢 你说呢 不 能不能打我呀 打就打呗 你这 你还怕呀 人家志文都不怕你怕什么呀 你你一会儿你你你上去 让爸踹两脚 听见没有 你们就乱说 爷爷不可能打人 雅儿 嗯 雅儿 我看今天不行咱们先回去吧 爸在气头上 奶奶看咱们再来啊 回什么回啊 好不容易找着爸了 你你你一会上去啊 你你必须让 让爸踹你两脚 听见没有 啊 嗯 赶紧呀赶紧赶紧赶紧让爸去 踹你两脚 呀踹什么呀 你看爸在那耍边正在气头上 那边抽到身上肯定一块肉就没了 这就叫苦肉计 你没看人家志文怎么做的嘛啊 快赶赶紧让爸踹你两脚 快去快去 来 快 快 爸 爸 爸我们来看你来了 还给你炖的鸡汤 爷爷 爸 那香冬也来了 哎呀我不是我来看看你啊 爸 有个事爸我得跟你说一下 爸 爸 这是什么爸我错了你 你别生我气了爸 你哪错了 灭袋老人了 还是良心叫狗 是吧 那个爸呀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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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你要是生气的话 要不你就 你就抽志华两鞭子 你 你别打着他脸就行 你抽哪儿都行 你消消气 爸 你要生气的话 你就打我两下 行吗爸 是爸 抽 抽他两下爸 爸 爸 抽他两下 抽他 哎爸你 爷爷 爷 爷爷 你别打我爸行不行呢 走 跟爷爷玩鞭子去 爸 给你 有门啊 有什么门啊 爸爸 县我都是给带走了 肯定有门 怎么了这 爸刚才不是没抽着你吗 你赶紧让爸 踹两脚去 快去 你神经病啊你啊 你怎么不让爸 踹两脚啊 我是女的 爸能能能能 能踹我吗 我要是男的 我肯定让爸踹两脚 你赶紧 赶紧 让爸踹两脚 我神经病 月梅 你说谁给送的这几头牛啊 我猜是我爸 除了我爸谁都有这么好 月梅 改天咱把爸请过来 跟爸吃个饭 我跟他老人家喝两口 算了吧 你没看我那俩兄弟 现在天天贴着他转 咱别往跟他走 你这个人怪了 爸穷的时候 你天天往那贴 爸现在富了 你反而都躲开了 什么穷啊 爸爸就是爸爸的 能不能逃 医生 牛志文 我提醒你 别忘了到时候还款 啊 好 爷爷 小周啊 放学了 跟爷爷玩去好不好 好 爸 我也跟你一块去玩去呗 正好我也没坐过这车 先生 这是你们自己的车吗 我头一次做这么好的车 大是爷爷的车了 别说是你想的吗 爸爸长大头 你会不会做这么好的车啊 您现在不是有钱了吗 发财了 没看你现在秘书都有 爸 你说那宾馆多贵啊 咱们是有钱 住那么贵的宾馆 咱们能住多长时间啊 你现在就关心我有多少钱是不是 不是 爸看你书 爸 咱们到底有多少钱 哎 既然你关心我有多少钱 那我就让你开开眼界吧 小东啊 爷爷带你去个地方啊 行 好吗呢 你们考虑一下啊 行行行行行行 上这儿看看 你好 你好 爸 这不都是别墅吗 这儿 你懂什么呀 买就买别墅 愿意住自己住 不愿意住 卖出去转手就赚钱 对吧 您说的太对了 你给介绍介绍 1727都卖完了 还有现在中间 这一块 最好的一块 嗯 好 那行什么都特别好的 您有什么帮忙 好好好 我给我孙子买 爸孙子 你自己看看你喜欢哪一座 挑挑 这个 三四八 好 你看那怎么样 这套是我们这里面 户心最好的一套了 嗯 能刷卡吗 当然可以啊 嗯 能写我孙子的名吗 这个不行 他太小了 只能属于他 您共有的 不能属于他一个人的 别共有啊 爸 你相东那么小 你写他名干什么 写你名不就完了吗 还敢写我的名吗 写了不还得改回去吗 嗯 相东啊 好好在这陪爷爷啊 爸有事先走了 爸那你们在呢 我先回去了 别 你再帮着挑挑呗 智雯 您怎么来了 我还问你呢 你干嘛来了 我跟爸来的我 跟爸来干嘛 爸要给相东买个别墅 什么 向东 那什么 有事你问爸去 我有事我先走了 天哪 天哪 死了 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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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嘛 你干嘛呀 你把我鱼都给吓死了 没事没事没事都死了 死了也没事 喂鱼 你听我说 你干嘛呀你 你冷静一点 好好说 一句一句说 发生什么事了 你知道今天我干什么去了吗 啊 我今儿看房子去了 我爸又买房子 你要咬死谁啊 我跟你说 那房子 那大那 哎呀我的天 那房子个大呀 你 你知道那 啊 这房子给谁买的吗 向东 你怎么知道啊 啊 你太聪明了 哎呀天 这是给向东买的啊 不是真的啊 当然了 给向东买的 钱交了 没有他就是 说那个 向东年龄小啊 然后写不了名 那叫买呀 哎呀 现在想想啊 你说 咱爸对咱们真是挺好的 你像咱们原来干的 缺点事 哎呀 行了干嘛呀 你干嘛呀你 你本来那个脸就肿 越打越肿 难看似乎 鱼儿 我跟你说啊 要想改变 咱爸对咱们不好的印象 那只能办一件事 改房板 太对了 你说 你怎么什么都知道 你这么聪明啊 哎呦天下去 那我是冯三叶 你是牛志华 你当然没我聪明了 那行那你就把那个 房本赶紧给 不是那房本改不了 你改完了 万一咱爸 翻脸不认照了 咱俩连住的地儿都没了 你看老说我笨 你比我还笨呢 这怎么能啊 你把那房本 给他改回去 爸一高兴 是不是啊 然后你 你笨里想啊 你说他能把咱们 撵出去吗 他那么喜欢向东 能看着把他们撵出去 看着向东 跟咱们在马路上收缺 艾儿我求你啊 这么长时间 我从来从来都没说了算过 这次你一定要让我 说笑一会儿 你听我意思行不行 行不行 行行别说 明儿咱到 爸那个地儿去去问问 探探爸什么路子 然后再说行不行 好好好 娄叔拿了吗 让我看看 没拿 来吧 去吧 把路子 这儿还打扰您来了 又来借钱呢 那个 那公子人员 他能不能先休息会儿 我咱们俩人单独谈一谈 好吗 你们俩先休息吧 想谈什么谈吗 爸 我 我再给你张回嘴 把钱借给我 不多 就七十万 对您来说现在是以小数 那我就再跟你说一遍 我不但不借给你钱 你买房子的首付还 我还要收回来 你还不起钱 我就把你房子收回来 不是 爸 你怎么这样的 您这么多就不对了 我现在确实有难处 我不跟你说了 我现在遇上一坎 那我就管不了了 反正我没有钱借给你 不是 你怎么这么狠呢 不有句老话吗 叫虎毒还不食子呢 推赛马上就要生了 对吧 这你知道 他生一个孩子 加上我 我们仨人 你就成亲 让我们仨人流落街头 你不是把你爸扔到荒郊野外去了吗 我真的再跟你说 我绝对没扔你 我没扔你 我再求求你 你把钱借给我吧 我没有钱借给你 你没钱 我都看见了 你带着牛向东 带着牛志华 他们去买房子去 你带着牛向东 牛向东这么大 你要给他买好几百平米的房子 你怎么说 你还记得我 你身上 扔你 你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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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是 你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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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错误 我告诉你我没错 所有这些东西我历历在目 你怎么对待你爸的 我也是历历在目 房子的首付款 我一定收回来 你就抓紧还钱吧 我到底要看看 这房子收得了收不了 老牛 你看你这也马上要出院了 你是怎么打算呢 你是想回家住啊 还是怎么着 房子都是人家的 我没有家 你和我救了这个事 你没跟我儿女说吗 没有 你不是一个劲地提醒我 不让我说吗 不跟他们说 就让他们也让我死 你要是不救我多好 让我死了算了 你就别说这种话 要不你看这样好不好 我有个朋友 他可以给你提供一个住处 你在那儿好好 安安静静地休息休息 静养一个时间 好不好 真是给您也是添点麻烦 老牛 这是赵总 我的好朋友 这酒店都是他的 所以你踏踏实实住在这 不行 自家 太豪华了 行 影响人家生意啊 自家呀 老牛 老牛你听我说 那自家大夫 对我有救命之问 没有他 我下不了手术台 我呀 一直在找机会抱他 就是你给我这机会 你家里的事 我也听说 我非常的激励 你呀 就听子霞大夫的安排 你就住这儿 我呢 给你赔辆车 一个司机 一个服务员 这么说吧 你想在这儿住到什么时候 就住到什么时候 你有什么要求 你尽管说 我呢 提供无偿服务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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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你好 牛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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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您锻炼身体去吗 对 我上公园 那 用我陪您去吗 不用 我锻炼一会就回来 真的不用我陪您去 不用 你忙你的啊 回去吧 回去 行 去玩啊 这都九点半了 你不去上班啊 你不去上班啊 那个 你不是有九点不舒服吗 我跟单位请了个假 先在家陪陪你 真的啊 哎呦 我成天我都闷死了 来 沈总总 来来来来 不是单位那边 你都说好了 啊 说好了 好 那行 哎呀 我不要 我不要 我不吃 爸 你来干什么 那 那个 那房子 还有那牛 我都收到了 牛种好不好 挺好的 大臣非常来谢谢您 好就好好过日子嘛 你来给他们说情吗 没有 我是自己要来的 爸 咱们家能不能像以前那样 喝喝沐沐过日子 您老这样我都觉得害怕 又没有你的事你怕什么 我知道您生他们的气 但咱们就没别的办法了吗 好好过你自己的日子 他们的事你别管 爸 我有我这分寸 躲开别瞅瞅你 我不想得了 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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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唉 唉 唉 你是牛先生吗 哎是我 你管儿子叫牛轩文吧 对 嗯 挺好吃吗 嗯 老公 等大孩子生下来 咱也上海边玩去呗 哎 我没有精神病 你放开我 放开我 安静点 安静点 哎 哎 你好牛先生 你爸爸已经找到 我们现在正在回医院的路上 我们一定会尽你治疗 好 那谢谢你们了 谁啊 哎 那个 单位的事 李秘书 忙着呢 啊 牛先生 哎 那什么我过来看看我爸 他在吗 牛总 你去公园耍鞭子去了 啊 哎呀那 还没回来啊 这这么长时间了 是啊 我也挺着急的 是吗 那这在哪 你马上去看 牛总 爸 牛总 爸 牛总 哎还没人呢 不对啊 牛总每天都在这耍鞭子的 爸 牛总 爸 这是我爸的鞭子啊 那从来不离身呢 会不会出什么事啊 爸 刘总 爸 刘总 叔叔 麻烦你问一下 看不看到一个白头的老头 在这耍鞭子呢 被警告就在拉走了 什么 来来来 走一走 医生不说吗 走一走这样对Terry好 不能老坐着 嗯 还真是 我这几天就觉得 我这浑身都肿 我看这脚都要肿了 我这鞋子穿不进来了是吧 是 穿不进去 哎 哥 干嘛 那什么出事啊 爸失踪了 啊 那怎么可能呢 早上呢 爸在公园里锻炼 来了几个人呢 把爸弄车弄走了 我看这事啊 跟那福建人有关系 你你你赶紧过来 赶紧过来 咱们一会儿找福建人去 不是 我这一大堆事呢 我走不开啊 啊 那这样呗 怎么回事啊 不是 那个 我哥跟我说 我爸找不着了 啊 那你快看看去啊 不 我爸现在明确跟我说了 说不认我这儿子了 那我跟他瞎招怎么急啊 那你也看看去 哎呀 甭管啊 你去顾自己跟孩子吧 先生 没业不能进 那闪开 闪开 先生 真是上 董事长 牛志华 少见哪 什么少见哪 我爸不见了 是不是你看他 你爸爸不见了 哎 你爸不见了 你应该找警察去啊 你王八蛋 我还找警察 我这人都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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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什么 你放手 哎呀 哎呦 你能耐大了 你 你让他不放手 你让他放手 我跟你说 要不放手 我报警了 报警了 你去不了兜了走 兄弟 我要的是我们家那宝贝 我要你们家那糟了头子干嘛呀 我问你呢 人去哪了 他可拿我们家宝贝呢 我哪知道啊 这不是你干的 我说不是我干的 就不是我干的 我人说话算数 哎 对了 是不是你们哥俩 为了我们家那宝贝 给你们俩老头给做了 哎 你放屁 放屁 我告诉你啊 你动我把一根手势都跟你没完 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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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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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你放手 我自己回头 你放手 放手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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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葡萄姐 哎呀 葡萄姐 怎么样啊 哎呀 葡萄姐 哎呀 我挺好 给你带点新鲜蔬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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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做 自己在家呢 智雯呢 智雯呢 智雯想要买东西 挺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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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挺好的呀 姐 我还正想找你呢 最近爸和智雯闹得可厉害了 我都害怕了 是不是爸还不愿意认智雯呢 可不是吗 哎 智雯也是 他现在什么都不跟我说 以前嘛 反正是智雯做得不好 对爸 但他毕竟是父子俩是吧 那不能真生气啊 姐 你回头要是看见爸了 你就好好劝劝他呗 孙燦 爸那儿我已经去过了 我今天来找智雯 就是想跟智雯再说道说道 爸到那把年纪了 干嘛老跟他较劲 对吧 对对对 对吧 别动 我去干 哥 月梅 你怎么在这儿啊 我来看 智雯呢 你怎么拿着爸爸的鞭子啊 爸出事了 爸不见了 爸的秘书 那司机到处都找了 我也找了 找不着啊 那人那儿上哪儿去呢 我哪儿知道 这不才问智雯嘛 蛤 哪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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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看着我干嘛 周儿 知道爸在哪儿吗 爸肯定是在酒店呢 他们有钱不在酒店 在这儿去哪儿啊 周儿 爸不见了 哪儿哪儿找不着 别人在这儿呢 是吗 周儿 你真不知道爸上哪儿了 爸上哪儿我哪儿知道 他这没大活人 他想去哪儿去哪儿啊 我跟你说呀 爸福大名大 他用不着我们掏心 上回他失踪这么长时间 这一回来了 还发了是不是 他不跟我们给他掏心 你怎么那么数爸爸你啊 我怎么说呀 他是你爸不是我爸 不是来 姐 真的我跟你说 我们把他当爸爸 可他把我们当闺女 当儿子吗 是 他住院的时候 我们做的事不是很好 但是我们尽力了 是吧 还有一句话 不叫酒病床前 无孝子吗 这次他一回来可好 呵 跟每个人都有仇似的 你太官 他跟我说什么 说不认我这儿子了 不认就不认了 志文 你说 他现在说找不着了 我哪找他 我不能满大街喊啊 爸 你在哪呢 爸 没处找他 牛志文 你现在怎么变这样了 你 我没变 是爸变了 我跟你说啊 以后咱们兄弟姐妹啊 还少来吧 是吧 各过各的没事 别往一块儿 我瞎掺了 这话我不爱听啊 什么叫瞎掺悔 爸对你不好 爸对你怎么了不好 你小时候爸怎么疼你 你都忘了 爸不疼你 这房子哪儿来的呀 你还别跟我老提房子 房子事 是吗 志文 你怎么说话呢你啊 我就这么说话了 怎么着 行了行了 你不认爸是吧 你跟我们都断绝来往 你打哪儿来的呀 你真当你自己 打石头缝里 蹦出来的呀 自己马上就是孩子跌了 你怎么说话呢你 我这么说吧 不管是爸还是谁 谁要是影响到 崔菜和肚子里的孩子 我就跟他拼命 哎呀 行了 都少说两句吧 爸不是没了吗 先找爸去 哥 咱们走 你怎么去啊 我干嘛去 我干嘛去 你说这混蛋牛子玩的 太不像话了 这老牛子怎么出这么外面 欠揍他你 哥 我看我们还是找警察报案吧 现在我已经报警了 警察说 让咱们等消息 一有情况 马上跟咱们联络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 现在 那什么月没呢 那你先跟我回家吧 先上我那儿 咱们删了上了好不 这玩意不要咱爸 那咱俩不能不要啊 喂 老马 我是子霞 我说你这几天 你稍等啊 丁丁 丁丁 你唱一个小时休止符好不好 好 谢谢 喂 我我给他打了好几次手机啊 这两天都没有人接 所以我有点不放心了 你你见到他没有啊 是吧 那这样好吗 如果你见到他了 或者有什么消息了 你给我来个电话 好吧 哎 谢谢 哎再见 喂 对了奶奶 休止符怎么唱了呢 你帮我起一调呗 闭上你的嘴 这孩子 去去去睡觉去 不是就剩下这鞭子了 爸呢 说了吗 在公园被绑架了 那得报案了吗 报了 哪都找了 找遍了也找不着 就剩这根鞭子了嘛 牛志文知道吗 哎呀别提他了 提他气死人了都 怎么了 他怎么了 我去找他商量找爸的事 他说 他说拔队的太绝情了 他以后不认这个爸了 还说 以后以后让咱们也少找他 你说说的是人话吗 岳梅 你快听听哈 你说你们以前都说 我们家志华不靠谱是吧 你说这志华为了咱爸的事 那总是冲锋在前的 哈 我还跟他吵起来了 吵得特别凶 他可没事是呢 特别冷血 不信你问岳梅 是不是岳梅 你先别声 我我想想 我觉得这牛志文肯定是有问题 你想啊 爸那个发财回来以后 你说这牛志文就像个那个大绿豆营似的 成天贼着咱爸 你这明里暗里的 这拍了爸多少码屁啊 这现在爸不见了 你说他跟说出那么绝情的话来 这能没问题吗 这不明摆着吗 没准是他把咱爸给弄没的呢 嫂子 志文他不会真这样吧 岳梅呀 你想想啊 他是爸的亲儿子 你说我都急成这样 是不是 你爸的亲儿子一点都不着急 这这里能没事吗 我跟你说 就算爸 不是他也能没的 他肯定也知道咱爸现在在哪呢 哎 嫂子 你要这么说话 我也觉得这小可一样 你别别别急 我再想想 你俩分头行动 你明天一早 志文一出门 你马上就跟着他 你看他去哪 你看他都接触什么人 你倒什么鬼呢 你就都记着点 你就咱爸那个司机 还有那秘书 你去打探打探 看有什么线索没有 那你呢 我就坚守大本营 你们俩有什么情况 及时向我汇报 我去打探 那他去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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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